又一部新电影杀青了 有人生大师的导演刘江江指导的初入平安 发布主演剧照的同时 放出了首支预告片 虽然只有短短14秒的时间 但已经让人忍不住期待了 预告片中 萧扬饰演的男主角 亮亮呛呛的在废墟中奔跑 一步三回头 一个灰头土脸的小女孩 拿着手灯照在了她的脸上 拦住了她的去路 女孩的妈妈因为地震被压在了废墟之下 她看电影面跑来的男主时 抓住仅有的一丝希望 将手中攒下的所有零食 拿来与对方交换 希望她能救自己的妈妈 小杨惊恐的眼神和状态 以及小演员眼含泪花的样子 都让人十分好奇 初入平安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部影片改编自真实案例 故事讲述的是 即将被处刑的死刑犯郑立棍 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 看守所坍塌成废墟 而死里逃生的郑立棍 和重刑犯们 看似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 但实际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 与此同时 郁锦决定临时组织 一支不一样的救援队 在天灾面前 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 会逃生还是救人 负责看管犯人的郁锦 又该如何抉择 可见初入平安 是一部深入探讨人性的作品 而强大的演员阵容 再加上主创团队 都扒高了大家的期待值 除了导演刘江江以外 这部居的主演有萧阳 阿云嘎 古丽娜渣 黄小磊 其中摄影指导师 曾经拍摄过《八角龙》中 长津湖的罗潘 美术指导则是飞驰人生 长城的王阔 造型指导师悬崖之上 影的陈敏正 有了这样的配置 再加上复杂而又真实的故事 触入平安 只要选对档妻 就能票房大卖 不过在此次发布的剧照中 有一位演员最让人意外 一 美神变村妇 颠覆形象 判若两人 在刚结束不久的 L时尚盛典上 古丽娜渣 刚刚凭借着一袭白色长裙 惊艳了无数网友 完美的身材 看比爱剑魔脸的长相 古丽娜渣 依旧是妥妥的女神 而最早古丽娜渣 就是凭借着 轩辕剑之天之痕中的 小雪一角 进入大家的视野 精致的容貌 意欲风十足的气质 让古丽娜渣 一直是观众心中的美神 而此次在电影 出入平安 发布的两张剧照中 村妇伴相的古丽娜渣 险些让人认不出来 其中一张剧照中 古丽娜渣的头发凌乱 整个人的五官 痛苦的拧在一起 尽管只是一张静态照片 也能让人感受到她的痛苦 而在这张海报中 她的头发看上去 不仅乱糟糟的 还像是几天没洗 一般油乎乎的反着光 古丽娜渣的皮肤 则看上去有黑发黄 与她日常皮肤白细 毫无瑕疵的样子 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古丽娜渣的表情用力 还能清晰的看到 她眼角处的皱纹 这种不顾及形象的样子 实在很难想象 这是古丽娜渣 而在另一张剧照中 古丽娜渣也是 纯素颜的状态 脸上的毛孔清晰可见 因为微微皱着眉头苦笑 还能看到 她鼻翼两边的发力纹 哪怕是嘴唇缺水 显现出来的唇纹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还有浓重的黑眼圈和眼带 将古丽娜渣 最真实的样子 呈现给了观众 在这张剧照中 通过古丽娜渣的表情 能够解读出多重情绪 有苦涩 有悲痛 也有妥协 看得人心里五味杂陈 正是这样 没什么美感 又土里土气的造型 让人更加期待 她在影片中的表现 装造上的突破 很符合农村姑娘的形象 这一次古丽娜渣 终于可以不用漂亮了 而从以往失败的村花案例来看 但凡古丽娜渣 再漂亮一点 这个片子就要毁了 二 古丽娜渣挑战自我 演技成最大问题 与古丽娜渣年龄相仿的 另一位小花李沁 也曾大胆尝试村妇的形象 在年代剧《人生之路》中 李沁饰演农村姑娘刘巧珍 原本穿着土里土气 身材干瘦的李沁 让人很有代入感 但故意美黑后的皮肤 稍显夸张 毕竟农村女孩的肤色 不见得都是这种乌黑的颜色 故意美黑后的皮肤状态 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而更让人出戏的是 李沁那一排白道发光的考字亚 打眼一看就不像是 农村姑娘能够拥有的 满满的科技感 与角色太过违和 对比古丽娜渣扮演的农村姑娘 只是以素颜的状态演绎角色 妆容看起来更加自然 也更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不过形象上的贴合只是一方面 演技对于古丽娜渣来说 才是最大的考验 纵观近几年 古丽娜渣出演的影视剧作品 能够得到大家一致认为可得屈指可数 比如因为特效拉垮 剧情无脑被观众吐槽的十二谈 满屏透露着敷衍 而古丽娜渣在剧中的演技 也显得十分扁平 除了瞪眼 根本做不出其他的表情 在风起霓裳中 古丽娜渣的演技也没好到哪里去 作作的状态硬是把角色演绎成了傻白天 完全不符合人物的设定 而在《归还世界给你》中 搭档杨硕的古丽娜渣似乎也被游王传染 各种角柔造作的姿势 一边与杨硕配一脸 一边恶心着观众 除此之外 还有十年三月三十日 口碑根本达不到几个线 与陆寒合作的则天际 以及与刘凯威主演的柠檬出上评分 更是一步比一步低 连五分都达不到 正是这些烂剧的积累 让观众对古丽娜渣主演的剧集 提不起半点兴趣 但古丽娜渣似乎是一个 在大荧幕中更容易突破的演员 与陈龙合作的传说 单看预告中古丽娜渣的动作戏 就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此次在出入平安中 他又凭借着两张剧照 与角色完美贴合 期待这一次 古丽娜渣能够用村府形象 为自己证明 你有没有被这样的古丽娜渣惊艳呢 说实话 我真的不爱看看明星参加活动时 工作室发的图 一个个都批的太假 完全不像真人了 但是那渣的图 我都不这样想 我觉得他真人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甚至真人比图片还美 这么好看还不火 有点可惜 之前网上一直把他和迪丽热巴比 我想说他俩不是一个类型的颜值 热巴颜值太过于精致 那渣有点柔和 都很美 热巴给人的感觉的一眼 就能看出是新疆人 那渣个人感觉 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东方审美 细看又能看出混血感 美得很高级 讲真 小鱼真的吃他的盐 在我的审美体系里 他光凭这张脸就可以在娱乐圈乱杀 但他一开始团队就没给他综艺赛道 不然着火了 那渣的脸真的很精致 主要是不皮态 眼睛很大很有神 感觉还跟二十几一样 真的很抗老了 皮态真的很致命 尽管一下 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